王瑞杰副总理下午在国会发表预算案声明 他说随着我国积极重启经济 接下来的重点将从对抗疫情的影响 转为重振经济 政府将通过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拨出110亿元 顺利应对冠病坚韧配套 继续帮助国人和受疫情重创的领域 在这项110亿元的应对冠病坚韧配套下 当中的12亿元将用在协助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特定领域 包括航空 陆路交通 文化艺术和运动领域 48亿元将用作冠病检测和疫苗注射方面的 公共卫生与安全重启开支 数额最大比的50亿元则是用来协助员工和企业 财长宣布从当中拨出7亿元 协助不同经济组别 延长雇佣补贴计划 第一组的航空 宇航和旅游领域 雇佣补贴将延长6个月 4月到6月可获得30%的补贴 7月到9月则是10% 至于第二组的零售 餐饮和艺术文化 4月到6月也可获得10%的雇佣补贴 现在很多公司他们需要一些空间吧 让他们呢去多想一下他们的公司方面的一些策略啊 或者他们的一些business model 如果呢有有有这些补贴的话 会让他们多一点时间呢 去重组或者呢去想他们未来 以后呢是怎么样可以就是emerging stronger 为应对疫情 我国现有财政年共推出五份预算案 王伟杰说 他希望新财年将只有一个预算案 们有财政年组 到家里市长的几米 对毛补贴 优的 mise� Schedule 进财记 进财政年组